法國媒體報導 愛麗舍公週四表示 馬克龍定期換手機 他對這事非常認真 同一天 馬克龍在愛麗舍公 召開網絡安全緊急會議 要求加強有關敏感通信方式的安全協議 據多家媒體報導 摩洛哥情報組織 疑似使用非馬間諜軟件監控多國政要 名單上有5萬個手機號碼 馬克龍是其中之一 序亞利、以色列和阿爾及利亞當局 已經開始調查非馬的使用情況 以確定是否發生任何犯罪行為